我怎样去利用消费者的一些特点 我怎样去把这个设计给推出去 信息给让用户都能够touch到 这个是在于纽约时代广场的一个画面 其实在这画面当中 如果我传递所有的信息 基本上会有所难度 因为太花了 信息太多了 孩子有可能不动地在闪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设计 其实越来越需要更加 一是要精准 我只针对这个人讲一件事情 第二需要简单 简单有效 你发现这个事情 一下就push到他用户那里去 这也是应对这种设计的一个趋势 说扁平化 我需要信息变得越来越简单 传递的效率越来越高 其实关于广告上所有的信息 都值得我们去把它数字化 变成零和一 每个点都是一个参数 不同的一种调节 都可以带来不同的一种效果 所以这也是我们去做 这个信息设计的一个 一个很必要性所在 第一点 讲图标 它其实是属于概念 强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你做了一个事情 成功了 这是你的一个奖励 我设计一个金灿灿的图标 金币给你 两种给别人的用户的感觉 是有非常典型的一种差异的 所以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 在利用这个图标 然后不断地是让用户说 我就需要这个东西 我还会付诸我们这个行动 第二个 这个里面也有说 这是耐克的运动的 因为它需要不断地激励用户 你应该再跑一步 再多走一步 再运动一下 你会获得不同的奖章 这样的一个方式 不断激励用户 不断地去使用这个产品 还有一个是说 这个是属于星星 月亮和太阳 我这个图标是放大了 其实 这个是在于QQ里面的三个图标 在之前很早的时候 无数的人为此去挂机 因为它是根据时长来 不断给你心急的 你在线 多少时长 可以得一个新星 无数的人为了得那个新星 就白天也挂在那 晚上也挂在那 你想象一下 这是多么长大的一种力量 你要知道 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 造成了中国多少度的店的浪费 仅仅是一个图标 它不断地在强化这种概念 所以我这个产品 我怎样能够把这个信息传递 更有效一些 需要利用图标 第二个是关于这个研究的结论 来自于百度的搜索的推广 就是标题到底应该多少个字 更好 这里面总体来就讲 是说标题呢 其实在搜索结果当中 越短越好 而且是说 如果你有长一段的话 别人没办法去细心地去 整个阅读下来 所以对标题来讲 其实需要越短越好 它的整个这个效果 CTR也会越高 对于这个描述 其实需要反过来 长度要更长一些 因为你的信息量 其实更加完善一些 更加辅助 短标题一下解决 它这个讲什么 第二个 讲的好几个关键点的因素都有 毫无疑问的 它就肯定会点击下去 其实有很多时候说 哎呀 我需要有些英文 然后帮我这个产品呢 能够提升这个高大上的一个感觉 但其实 如果我们只是针对 普通的用户的话 高大上的这种英文 实际是在讲低 它的整个广告的点击率的 这个之前我们在 这个广告上 做过很多的一些研究 我们是用图片的广告 把所有好的广告 跟差的广告 就做一些对比 发现 差的广告里面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就是它 有很多 各种的英文单词 什么fashion啊 各种的这种 英文单词 充斥在这其中 而且它用了一些艺术字体 用户其实不太理解 信息 没有传递出去 它不知道你真是讲什么 用户 往往对一个 它不可预知的东西 很多时候 是不会去点的 这个例子就更像一个 就是说 有两扇门 一扇门呢 是说 是玻璃门 光线非常通透 我知道那里面是什么 还有一扇门 是黑漆漆的 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 对用户来讲 它肯定对那个 黑漆漆那个门 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的 它不一定会去 对于英文来讲 除非你是针对这种 高端人士 他能够阅读清楚的话 加些是可以有用的 但是对于普通的网民 英文是降低你的这个信息的传达的 还有就是属于装饰语 比如是说 年末这个大回馈 或者说一场雨相分和全程乐练 这样各种的这种 很文艺的这样的一个词汇去描述这个主题 其实往往用户不明白你在讲什么 大量的装饰语其实会降低你的这个信息的一种有效的一种程度的 你其实还是很朴实地去讲我这个信息的话 有可能更容易打动别人这种心 还有一些关于广告的背景 这个其实这个案例呢 我无数地在不同场合去做过分享 一个是白色背景 还有一个是带有高级灰渐变的一个背景 哪个广告效果会好 很多人给我的答案都是说 我需要有一点高级灰的渐变 之前我也是这么去选择 因为我需要那个广告看起来更加美一点点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明度的降低 反而降低了用户对这个信息的一种获取程度 所以在我们对比实验当中 效果最好的就是白色背景 突出你的商品 没有其他的 你加点背景 你就会降低它整个的CTR 这个CTR更多的是说 是在广大量的用户的一种学生 如果你的广告 投放的那个Touch的群体 是几千万几百万 由于你稍微一点背景的一种增加上去 有的人就可能忽视到你的产品的一些 某些细节的一些地方 没有Touch到你要传递这个信息 所以他就不去看了 我们想象一下就是苹果它传递产品的时候 大量的都是用白色背景 只有它的产品在这其中 没有其他的东西 信息传递非常有效 所以我们怎样去选择我们的广告背景 值得我们去思考 还有个就是关于广告的配图 之前百度有很多关于文字的这种广告 就是一个标题 一个很简单的描述 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些优化 用了各种不同的颜色去优化它 因为它在一定视觉上解决了这个信息的一种传达的一个问题 让别人更加能够关注到这个细节了 所以它的CTR有一些提升的 而且我们对标题进行放大 它对主信息的一种获取也是很明显的 还有后来我们觉得这个还不够 还做了一个优化 就是我把它的广告的内容 跟它的图片做一个结合 如果它是做装修的广告 我就配装修的图 如果是斜的广告 我就配斜的图 我们做了这样统一的这种广告的优化以后 发现整个的点击率有很好的一种提升 所以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通过怎样能够更好的 告诉别人这个信息的一个维度 通过图片的方式 一图胜千言 可能会效果会更好一点点 这个是关于排版的一个设计 这两个广告 两个CTR接近相差 有60%的一种提升 下面的这个广告 整个提升度是远远高规于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怎样利用排版 能够让我的信息主次突出 能够让别人感觉 不是一堆全部混在这其中的 这里面也会有涉及到 设计的专业性在这其中 一个好的排版 是能够让别人对这个信息的主次 一下是能够获取得很清晰的 这个是关于价格和折扣上的一个研究 对于不同的商品 我们都会告诉用户的一些价格 像这个鞋来讲 我们倒是直接给他告诉他 498 还是告诉他这个鞋 低至于7.8折 到底告诉他哪个样的一个信息 价格贵的商品 用什么信息做传达 和价格便宜的商品 用什么信息就做传达 这个其实值得去分开的 之前我们的案例 是只是针对这个鞋和这个价格 做了个对比的研究 需要大家去不断地 去做你的广告的对比测试 怎样能够帮助我这个效果 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结构化的一种信息 这是在百度有品装广告 之前我们就是在百度手机端 就会直接放一个班纳图 其实这个广告的点击率 效果不是特别好 后来我们做了一种优化是什么 就是我们把他的 某个化妆品的品牌 用户最关注的那几点信息 结构化的给呈现出来 比如是说化妆品里面有产品 我怎样去告诉别人用户 有怎样的一些产品 还有他有怎样的一些活动 分享好理 用户更好的就知道你讲什么 这个比我们之前的广告会整个好三倍 所以我们的信息尽量地能够结构化地 呈现给消费者的话 这对广告的传达来讲是个利好 很多品牌广告尽量地 针对这个产品的特点去结构化信息 比如平安 有可能需要手机报价 有可能是需要计算器 网上测写针对这个产品的特点 以及针对消费者的这个需求 去做我这个信息的结构化 这样的这种广告设计 是大大的去提升了这种整个点击率的 这个是关于讲这个信息能变度的 这样的话题 这里面举了个例子 就是说在这个很复杂的背景下面 其实我们把文字做一些描边 可能就把信息的突出性就提升了 当然其实最大前提是说你的背景越简单越好 对于用户来讲 对于踏取到 获取的这个信息是最直接有效的 所以信息当中它其实是有能变度的 我怎样能够让我的信息最有效的传递出去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在我们做产品设计当中 我们发现很多的用户在晚上看长文章 我们有的时候为了它体验好 其实不一定要把那个对比拉得特别大 因为它在晚上黑漆漆的观看下 这个特别吃眼文字的这个效果 所以我们后来在设计当中 又降低那个明度 所以这个其实值得我们去考虑一下 用户使用的场景是什么 它浏览整个网页的场景又是什么 去选择我们更加有效的这个对比的这种差异 这个是关于讲那个文字的一种力量 一个是说在Mac下面 我的网络出现问题了以后 它里面有一段话大概是这样写的 就是说这个完成这个诊断之后呢 我们将有一份报告呈现在您的桌面上 你看一看到这个文字 你会发现我是这个电脑的主人啊 这个让用户自身的这种认同感 是非常强的 这个是在Mac下我遇到一个案例 我觉得非常好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有人用这个产品的体验感觉会很好 有人会用的产品体验会不好 所以怎样能够让这个文字 能够让用户有更强的这种认同感 其实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所以第二个案例呢 是关于那个Surface这个广告的 这里面其实值得大家细细地去阅读 一个是关于英文版的 还有一个是中国内地版本的 还有一个应该是台湾版本的一个文案 它每个文案写的那种感觉 一看就不一样 它是针对了这个不同的用户去做这个思考的 包括这次的苹果的那个iPhone 6的这个发布会 它好多文案 大家在网上都已经做了很多探讨 台湾版的或者香港版的 对这个文案解构是什么 值得我们去不断地去细细品位 一个好的文案 真的是为你的整个信息传达 提高效率是非常明显的 还有这个就是信息是否合理 这是在百度的信息当中 网民对这种糖尿病 它更加关注的因素是哪一些 关于大病和小病 关注的因素其实是有所不同的 其实对这糖尿病 它其实关注的包括什么原因 如何确诊 用药知识 饮食注意 这四个话题 都是我们经过研究得出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 这个整个的有效性会提高很多 因为它在整个需求层面 它就需要这几方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信息给了用户 更好的去帮助他解决问题 他很毫无疑问地就说 我要这个信息 我直接就点过去了 这个案例是说 有一天我在网页上看到一个 关于那个LV包的广告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 这是一个LV包的感觉吗 这是一个品牌的广告 LV其实是一个很高端的品牌 这样的一个广告给我看 当时我就有一定的疑惑 其实对于品牌的一些广告 感觉到底是什么 后来我就去图片网站 去搜索了一下 我就直接搜索了一下LV这个关键词 因为我觉得这个图片的搜索结果 给我的感觉很好 因为我就觉得这就是LV的感觉 我们品牌广告 我怎样能够给用户一些 高大上的感觉 或者说我是一个很牛的品牌的一种感觉 是值得去思考的 这个是讲那个关于眼神的力量 这是左右两个对比 我们对于很多信息来讲 一我们其实是要注意用户的眼睛看哪儿 第二是要注意广告中的 如果我用了一个形象 用了一个人物 他的眼神是在看哪儿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看哪儿用户看过去 也会沿着他的目光看到那个信息所在 第一个广告是说 他这个女性直视地对外去看到远方 第二个图片 这个代言人他眼睛斜视地看到我这个产品 你会发现用户的眼光也同之随之而去 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效果在不断地发生这种变化 以及这个信息传达也在发生变化 所以如果我们在利用一些人的形象 在做我们的品牌影像的话 那个人的眼神在看哪儿 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思考一下 感谢观看